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布林布林林姐 秘密台这个道具相信大家都用过 可以给生物或者道具秘密 但是你知道秘密台其实还有几个不为人知的彩蛋吗 今天布林姐就带大家来看看 使用解针得到JUB秘密台 然后挑选一只细腻的绵羊 就可以将其变为一只酷炫的彩虹羊 它身上的羊毛会不断的变换颜色 非常的语众不同 这时候有小伙伴可能会问 如果我们等羊毛变成我们喜欢的颜色 然后再用剪刀剪下来 是不是就可以获得相应颜色的羊毛了呢 我们来试一下 试验结果,是不行 当对彩虹羊使用剪刀时 只会掉落这只羊最出颜色的羊毛 另外对羊驼和山羊使用这个命名牌 并不会触发这个彩蛋 使用铁针得到兔子的命名牌 再对一只兔子使用 就可以得到兔子的隐藏皮肤 可以把单点醋 愤愤跳跳非常可爱 这个命名牌对生残的杀手兔也生效 不过就算换上可爱的皮肤 杀手兔还是会进攻玩家 根本就不讲情面 这个牌蛋是为了纪念一名游戏玩家女友 丢失的一只兔子 使用铁针获得丁牢和丁牢命名牌 这两个名字都是源于魔杖的员工名字 被这两个命名牌命名的生物将会上下颠倒 倒着飞的恶魂 干肚皮的大熊猫 用头走路的羊驼 在天上跑的骷髅马 整个世界突然变得诡异起来 几乎所有生物都可以颠倒 除了木影龙和鱿鱼 木影龙是因为无法使用命名牌 所以不能颠倒 由于可能性为它正反都差不多吧 如果我们在进入游戏时 将自己的ID改为Enoble 再骑上一匹叫Groom的马 那就会变身成为反重力骑士 所以没看到都惊呆了 使用铁针获得丁牢命名牌 再对一名未到式使用 就可以得到一个贱人就砍的斧头狂魔 这个彩蛋致敬了经典恐怖的影响名 被命名为Jolly的味道士 会向电影中内挥舞着斧头 清理面前的一切生物 我们可以让它 帮我们清理出一片安全区域 非常好用 不过被命名的味道士 无法攻击其他呆恶村民以及恶魂 使用铁针获得酷的命名牌 再对任何生物使用 就可以将它变成一只猪 我们可以用这个彩蛋 把怪物都变成猪 然后养猪之父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五个彩蛋啦 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需要补充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进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